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既然我成功登入了 成功登入之後接下來幹嘛 產生這個 計算機的樣子對不對 好所以我是不是要針對計算機呢做一個布局 把它的樣子弄得好看一點 那怎麼做呢 好我們來 開始寫 這個計算機的部分 計算機的部分呢我們知道他會有一個什麼 他會有一個這個 標籤 好那我們會 按照他去顯示出來好我們來 給各位看一下他的白髮 好各位可以看到像這樣子好那他會有 數字是789 寫線然後呢456 米字鍵然後123 然後減號 所以這是加減乘除 等號在這裡然後括號 這C是清除 好那點呢是代表小數點的點然後0在這裡 離開然後這等號 這樣子 我要這樣子擺 好那我要怎麼樣去 設計出這樣子 雖然這個是部分是 雷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雷寶的部分 好那我們要雷寶 怎麼去設計他呢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一個 Calculator的Label 等於什麼 Label 那這這次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root裡面 好放在root裡面 然後呢我們要把他的這個 位置放一下 首先我們要把文字一開始 先把它設定成0 然後呢我們要設定顏色 比如說 BG Background Color 等於什麼 隨便給 然後再來呢 Font 他的字體呢 第一個是字型 那我們用times 為什麼用times 因為我只記得他 好再來是20 大小是20 然後再來anchor 是在東方 然後呢justify 在 write 靠右放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 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做什麼 把它設定到 這個 windows上面 那個root上面 cl lab 點什麼 grid 然後呢 roll 等於0 column 等於0 然後呢sticky 等於 這個 nsew 這樣 好那有了他之後呢 他就會放上去 那還記得我們之前有講過哦 你要把它擴展 然後你如果只是這樣下你sticky這樣放也沒有用因為他出來還是稠稠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 會稠稠的 好那我們在這邊輸入 好那各位看到樣子就會長像這樣子 因為我們明明已經把它擴展了 可是他沒有擴展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提過一個叫做什麼 column 好column跟roll的什麼configure對不對 針對誰root 好所以我們必須要針對root 點什麼roll configure 好那他會問你第幾個roll要處理 第0個roll然後 wait等於1 然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是什麼roll 點什麼column 然後呢configure 一樣的我們是針對第0個column 然後呢做 wait 等於1的動作 那等一下各位就會看到他有擴展出來 而且是霸占整個 那為什麼霸占整個因為 目前就只有一個元件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的確 霸占整個因為 你的南北已經擴展 然後呢東西也擴展 所以他就整個霸占因為他只有一個元件 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 比較好玩的是 這麼多按鈕 我要寫 10 20個 很多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快速的方法 在上次呢 陳佑有告訴我們一個用button的寫法 但是我現在寫的可能跟他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就如同我說的 城市的寫法千百種 那你只要能夠把它弄出來 其實就 可以了 那我現在的做法是我去宣告標籤 按鈕上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呢 因為字有點多 所以我就先把它打好 這個標籤 有這些 就按照我想要看到的畫面 這樣子去擺 這樣子我自己比較不會漏掉 那就是 789 除號 那這邊是離開跟等號 這樣子 是一個這個list 這樣下來 好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產生 這個按鈕 然後依序的 把它放到哪裡去 放到root裡面去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這邊就宣告一個i 一開始為多少零 然後呢我們要把這些 Button呢放在一個 list裡面 所以我們就用btn 然後呢加個s代表很多個 這個 list 然後就用開始for回圈for 然後呢 btn label 他的標籤呢 in哪裡 btn label 好在這個清澈裡面的每一個標籤都抓出來 抓出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產生一個btn 他等於什麼button 好那button是要放在root裡面的 我們就這樣子寫 然後呢 text 等於什麼 他的文字是不是等於我們剛剛從 button label裡面 去拿出來的 就是這邊的buttonlabel 對吧 這邊 拿出來會放在這裡然後把他拿來用 這樣子 好那有了他之後呢接下來我們用什麼 command 要叫他做什麼事情我們希望 點他之後呢可以做什麼click 好那過去呢我們會直接用 lam lambda 然後呢 帽號click 對不對 然後括號 變數 比如說我們把 btnlabel label 好放在這邊 他就會傳過去 但是呢在 測試 測試的時候 這樣子會有錯 因為他到最後都只帶最後一個 值出去而已 好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真實的按照 button上面的 按鈕去做 所以呢 改變做法 這邊呢 一樣似乎叫click 然後把 按鈕上面的字帶出去 然後呢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把字調整一下 那個函式我們等一下再補 fnt 等於什麼 一樣用times 然後呢字體大小把它弄20 這樣子 好那有了這顆按鈕之後 其實他是很多顆 因為他是個回圈所以他會把按鈕產生 可是產生之後呢我要把它放到格子上去 放到格子上去 所以我們就 先把這個 btns這個清單 這個list里面目前是空的 所以我們要把 你剛剛產生的這顆按鈕append進去 btn把它append進去 然後接下來要放上去 所以我們btn 點什麼 grid 要放在哪裡 那各位可以去想像喔 計算一下 i呢 是0的話 那放在第 一個raw對不對 因為第0個raw被占走了 好可是第1個raw 第0個colum 然後呢再來第1個colum 第2個colum 第3個colum第4個colum 那這個橫向的1234要怎麼來 好我們先看 raw呢我們先等一下 raw 等於某某某然後呢colum 等於多少 我們是不是用i 然後呢 百分比 4 就可以得到01234 對吧 好那這個raw是不是剛好等於什麼 我的i 用4去除之後的3 對吧 可是這樣會有個問題喔今天我如果是0 用4去除之後 他的3會是0喔 可是0剛剛明明就已經被霸占掉了 所以我應該要再加1 所以他算完的值要再去加1 算完的值要再加1 然後這邊colum的值呢就是i 百分比4 OK 好然後呢一樣的我們要把它放大 所以sticky變成nsew 這樣子 好那加上去之後還有個很關鍵的你別忘了i要加加 i加等於1這樣子 然後他就依序的 把它加上去 我們先來 执行看看他 會不會按照我們想的這樣子做 好有錯喔因為你沒有click這個函式 好所以我們要把click的函式補完 他才會運作 好那我們剛剛講說我們要加一個click的函式對 我們在這邊加好了 Define 一個click 然後呢我們會得到btn的這個 上面的字 好那你收到這個字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return return一個lambda 然後呢 btn 我呼叫另外一個函式 click 然後btnstr 好所以真正做事的是 btnclick tick 這樣子 這個才是真正在做事的地方 他有點像是跳板幫你跳到這邊來 好那跳到這邊來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好我們先 不要管做什麼我們先把它print的出來看看 是不是 成功的跳到這邊來 然後可以順利的運作 好 那我們就先來執行看看 好我們輸入帳號密碼 Login 糟糕 沒有處理好 這樣子 底下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各位應該不意外 因為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只有針對第0個raw 第0個cullen做而已 那我們上次有講過 你要把它擴展開來 所以每個都要有 所以 如果我們剛剛有幾個raw 總共有5個raw 包含0的話有4 0到4 OK 所以raw的部分 我們0到4都要有 然後這個cullen的部分有4個 1 2 3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是不是應該就要有 比較 正常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多個印來看看 還是沒有很好看 0 12 3 4 5 少一個 弱還少一個5 可是他為什麼沒有過來 因為他要跨過來 他在00的位置 他要跨過來 所以他要 跨欄 跨欄 所以是cullen cullen span cullen span 我們先把這個補一下 還少一個 這是5 然後呢針對grid這邊 我們要多加一個 因為他是要跨欄 所以我們就要 cullen span 4 這樣子 我要跨4個 好那這樣應該可以得到我們的要求了 好來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輸入帳號密碼 好login 好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比較好看一點 好 好那我按1有跳過去 0有過去 點也有 但是就是還沒到上面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剛剛print這一段 button click的部分把它補上去 讓他可以 真正的做計算 好那要怎麼樣去做計算呢 我們來看 好所以現在重點就在這裡 那這邊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 判斷一下如果 你的btn str 他的字 等於等於什麼 exi exi 他是大寫 exit 他是大寫嗎 看一下上面是小寫 好他如果是小寫的exit 然後我就做什麼事情 我就把root 點什麼destroy 這樣子 把自己清掉就好了 我要加括號 然後 然後否則的話呢 我們要處理什麼 我們要處理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 還有1234567 那我們剛剛的測試是 我這些東西都可以打在上面 就是寫成一個運算式子 然後按等號的時候他 他才開始算 按等號才開始算 exit是離開 c是清除 所以我必須要判斷一下 假設 else if btn str 有在哪裡 我們在這邊給他一個list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他寫到外面去 沒有問題 你可以加 減 好加減乘除 括號 然後句號這樣子 如果有在這裡面 我就做什麼 如果有在這裡面 那我就是把他 顯示上去 但是還有數字 數字要不要算 數字也要算 所以我們還要再加一個或者 btn str in什麼 range 括號 0到多少 那這樣會0到9會 產生一個range出來 好可是呢 這個會有個問題 因為 這樣子 這樣子是數字 這樣子是數字 可是這是自串 這兩個沒辦法 比較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 每一個都轉換成自串 然後再讓 btnstr 去做 所以我們必須要map 這個指令呢 去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產生的這個資料呢 11的轉換成什麼 自串 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把 0到9 產生出來之後11的轉換成自串 然後再讓他去跟btnstr 去做比較 那這樣自串跟自串就可以比較了 OK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做什麼事情 我要判斷一下 Label上面 的什麼文字 他的文字呢如果等於等於什麼 0的話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是0當然你要把0消掉然後把字打上去 可是這個還是有一些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等一下 做完各位可能 還是會發現有一些bug 比如說在 現在的範例的話你直接按加號的話他會出現加號 所以 在今天的範例呢還沒有寫得很完整 但是已經可以提供 大家這個參考 好然後再來 Label 如果是0的話 Text 他的紙就直接把他變成什麼btn 我們再加其他的判斷就 就可以了 好btn 然後呢str 這樣子 如果他是0的話 好那如果 不是的話勒否則 Label Text 他的紙就變成 取出來之後呢去串接 btnstr 串接完之後再把他丟回去 Label裡面去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如果不是的話勒 我們在這邊不是Label 我們在這邊應該要對應到的是 因為這邊的名字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是用Calculator的Label 這樣 才不會跟Tab搞混掉 所以我們剛剛的這個 在這裡 改成 Calculator的Label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那如果上面這邊 比較晚 那他也不在這個範圍內 我們剛剛還有講到幾個 一個是等號 一個是C 對不對 一個是等號一個是C 所以 如果上面都不是的話 那有可能是Btn Str 等於等於什麼 等號 等號就要做計算了喔 那做計算的話我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要介紹一個很方便的一個 一個函式 那他的做法就是可以直接把算式呢做運算 那我們就LAB Text Text 他的值呢就變成什麼 我剛剛講的函式就是這個EVAL Evaluate 就是做評估 那他裡面很好玩的是他可以直接給他什麼運算式 所以你在 Label上面的 CalculatorLabel上面的字 如果取出來是一個完整的運算式的話 沒有錯的運算式他就可以完成計算 而且會得到一個數值 而且會得到一個數值 可是這個數值 要放到一個 他的藍位是 字串的時候就會出錯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什麼 字串 那其實你在沒有轉換成字串的時候他還是會被放上去 只是呢會遇到一個bug就是說 我們 直接用4的來給各位看好了 因為這樣子比較清楚 因為這樣子比較清楚 好那這邊應該是Calculator 的Label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好那這邊是 H304 好 LOGIN 他有出來了 然後我們打 2 加 3都有上去了 然後按等號 他運算了對不對 好那我如果這時候再按加勒 他出錯了 各位有看到嗎 底下這邊 Supported Operant Types for 加等於 INT and str 就是我剛剛按加號 這個是字串 他上面是數字 因為我們這邊 來看一下這裡 各位有看到EVL 算我是數字 他已經被放到這邊 所以他資料形態 這個 已經對應到 數字上面去了 所以這是數字 可是你要把加號 打上 串在那後面 這是不可行的 因為數字沒辦法去跟 字串做相接 所以他就出錯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說這個15 你不能直接用 可計算的15來做 而是要變成字串 所以我們來把它換成字串 好所以我們就是這個EVL 算完之後我們要把它轉換成字串 那讓他後續還是可以繼續做計算 好那還剩下一個就是清 清除 如果他等於等於什麼C 好如果他等於C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 Calculator Level裡面的 這個什麼文字 清成什麼0 把它變0這樣子清空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計算 OK 好來 這邊 OK那他 login成功之後會來到這裡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做計算 1加2加2加3 減6 乘2 加9 9 等於 3 那你按C 那你按C的話清除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3 加 括號2 減6 乘9 又括號 然後按等號 他也是可以運算 所以在這邊 這個EVL這個函式 蠻好用的 他是可以針對 數值運算的這個 市值呢直接算出來 把這個結果給你 好然後你按離開的話 他就會離開 這樣子 好以上呢是透過 Login check的部分 檢查你是不是合法使用者 然後再跳到 後面的這個主要函式去執行 主要的 視窗去執行他 然後呢在 裡面我們也介紹到 EVL這個好用的函式 以及我們怎麼樣去 透過這個 Click 然後return Lambda 另外一個函式的方式去跳轉 讓這個 物件陣列裡面的傳值呢 可以更順利 好以上介紹提供給各位 我們來看看 再看 大家 怎麼 到 我們 每天 要 ing 了 這個